2021年的9月6日 这个年度的东京残奥会 应该是结束了 现在这个就跟大家讲讲 最后榜上的情况 今次准备跟大家讲 12个榜首的位置 我们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96面金、60面银、50面铜 总共207面奖牌 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数目榜上 排第一位 我相信这个主要原因 就是中国对于各方面人士的体育运动 都非常重视 所以就见到它在大幅度领先其他国家 第二个都是英国 英国有41面金牌 已经比中国少了一半以上 红红派有蒙 38面 差不多中国一半多跌半拧跌 同等ament谬牌表较多 说五分 наз publi上有124面奖牌排第二 美国有37面金、36面银、31面铜 104面奖牌排在竞牌榜的第三 他们只有呢 夺落斯有36面金、33面铜 49面銅 排在118個獎牌 排在金牌榜第四 獎牌數目榜第三 從此我們看到 中國似乎變成獨大 連續這三個國家在欠第二位 荷蘭有25面金 17面銀、17面銅 總共有59面獎牌 烏克蘭有24面金、47面銀、27面銅 總共有98面獎牌 巴西有22面金、20面銀、30面銅 72面獎牌 澳大利亞有21面金、29面銀、30面銅 總共有110個獎牌 意大利有14面金、29面銅、26面銅、69個獎牌 蔡拜疆14面金、1面銅、4面銅 總共只有19個獎牌 但金牌比較多 另外兩個國家都有13面金 日本和德國 日本有15面銀 德國有12面銀 日本有23面銅 德國有18面銅 分別放在11、12面銅 這裏他們寫2020 但我一直都是用2021年東京的殘奧會 最後的結果